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成同盟并成为天主教会的保护者 在日耳曼人的迁徙和斗争过程中 昔日罗马帝国的旧旨上建立起了各具特色的日耳曼诸王国 其中又以法兰克王国实力最为强大 存在的时间最长 自六世纪开始 法兰克王国征服了伯根帝王国 赶西哥特人走出了高路 并向莱茵河以东扩张 谱写了西欧历史的最强音 作为日耳曼部落中最强大的法兰克人 主要由萨利克和里普利安两大部族组成 他们随着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的脚步 在公元三世纪进入了高卢东北部 成为了莱茵河下游的常驻居民 在这里 他们看着曾经风光无限的罗马帝国 一点点的衰落 最终一分为二 与日暮西垂的老年罗马帝国不同 法兰克人就像朝气蓬勃的青壮年 充满勇气和力量 更重要的是 法兰克人很好地继承了日耳曼人 能争善战的传统 眼看着罗马帝国一点点的衰败下去 法兰克人早就做好了进攻的准备 公元481年 萨利克部落的首领 西德里克一世去世 他的儿子克洛维继任部落酋长 克洛维是带着父亲统一法兰克的遗院上任的 所以刚一继任便竭力往南推进 向高卢扩张 很快的 克洛维消灭了法兰克其他部落的势力 实现了莱茵河下游和高卢北部的统一 父亲生前统一法兰克的梦想 克洛维做到了 但雄心勃勃的他 想要的并不仅仅是这些 他还有更大的目标 为了实现心中的目标 克洛维努力经营着自己的领地 不断壮大力量 经过充分的准备 到公元486年的时候 克洛维已经成为一名令人既敬且畏的首领 他率领大军 向常驻于高卢南部的罗马军队发起了进攻 并击败了自立为王的原罗马帝国统帅西亚格里乌斯 扫清了西罗马的残余势力 占领高卢的大部分地区 建立了名为穆洛温王朝的法兰克王国 克洛维也就成了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任国王 此时的他年仅21岁 克洛维之所以将王朝命名为穆洛温 是想借助于传说中的祖父穆洛温 能通诸神的力量给王朝赋予神 神圣的意义 据格雷格里主教在他的名著法兰克人史当中记载 在公元496年东征 使法兰克王国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国家 此后的克洛维真的如有神主一般百战百胜 到六世纪中起 虽然克洛维已经辞世 但在他的努力之下 法兰克王国的领土包括现在的法国 莱茵河流域以及从阿尔卑斯山到德国中部山脉的地区 已经发展成为当时西欧最强大的国家 但在强盛的王国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法兰克王室采取的是国王死后诸子平分领土的继承制度 所以在公元511年克洛维死了之后 他一手创立的莫洛温王朝 被他的儿子分成了四份 他们分别称为梅斯王 奥尔良王 巴黎王和苏瓦松王 此后法兰克诸王之间 以及他们与丹麦人 西哥特人 东哥特人之间的冲突 接连不断 558年 苏瓦松王洛塔尔一世 一度统一了法兰克王国 但为时短暂 他死后也由四个儿子平分国土 他们分别称为巴黎王 伯耿蒂王 苏瓦松王和奥斯特拉西亚王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 莫洛温王朝在反反复复的分裂与统一中 逐步衰落 国王不是正式 被称为懒王 权力逐渐从君主手中 落到了掌管宫廷事务的功像 功像是欧洲中世纪早期的一个官职 最初名义上是掌管宫廷政务 以及辅佐君王的亲近官员 也就是王公的管家 只是国王的一个仆人 但后来因为他的地位险要 渐渐的执掌机要 不仅控制内政 而且成为军队的最高首领 演变成国王实权的所在 法兰克王国 莫洛温王朝晚期的君王 大多成为功像的傀儡 史书记载当中说 国王满足于他的空洞的称号 他披着长发 垂着长须 习惯于坐在宝座上面 扮演着统治者的角色 他倾听来自任何地方的使节的陈词 当他们离去的时候 向他们说一说别人交给他 或者命令他回答的词句 好像是出于自己的意志似的 这就是他所执行的唯一职务 在王权衰落的同时 贵族势力却不断的扩展 当时法兰克王国实行 权权私有的次地方法 国王将土地赠给护从 教会和亲信 形成了一批大土地的所有者 这不仅在经济上削弱了王权 而且在政治上造成了封建割据 公元715年 批评家族中有铁锤之称的查理马特 成为王国的功像 查理马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还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 他明白仅仅靠镇压内乱驱逐外敌 并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必须根本改变 莫罗温王朝无条件的封刺土地的制度 实行有条件的分封将豪身显贵 跟王室紧密联系起来 加强中央集权 这就是彩翼改革 查理将国家掌握的 以及没收叛乱贵族与教会的土地 分封给了官员和将领 条件使受封者必须服兵役和履行臣民义务 比方说缴纳租税 交出盗匪等等 而且受封者的领地 在一般情况下不能世袭 以防止领主势力的扩大 当时内有各地贵族的叛乱 外有阿拉伯帝国的日益壮大 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 查理马特靠自己组建的队伍 平定了各地的叛乱 并在732年 在普瓦提战役中 打败了入侵的阿拉伯人 一时间查理马特风头无二 甚至有人称他为 西方世界天主教信仰的拯救者 此后他又战胜了 弗利森人 萨克森人 巴伐利亚人和阿拉曼尼人 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当公元737年 法兰克国王 西奥多里克二世去世的时候 他直接以公项的名义 接管国家 成了王国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 查理马特虽然一直掌管着 法兰克王国的大权 但直到公元740年 去世的时候 他也没能登上国王的宝座 而是将法兰克王国的国土 分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矮子批平和卡洛曼 从父亲手中接过大权的兄弟俩 先是枪口一致对外 扫除了莫罗文王朝中的其他可能威胁到他们利益的人 随后便是祸起萧强的兄弟之争 在公元746年的决战中 矮子批平大获全胜 卡洛曼被迫顿入修道院 接下来矮子批平要做的就是完成父亲的心愿 登上国王的宝座 拥有实权的批平 在帮助了不断被北方的伦巴德人侵扰的罗马教皇之后 换来教皇以教廷的名义授予的王位 在公元751年 取代了莫罗文王朝的最后一位君王 齐尔德里克三世 开创了法兰克王国的第二个王朝 加洛林王朝 作为加洛林王朝的开国者 批评是个不知疲倦的战士和征服者 他在748年和753年两度平定萨克森叛乱 在749年镇压了巴伐利亚人的起义 在754年和756年两次打败了伦巴德人 并把占领的罗马城区与拉文纳地区赠予教皇 形成了教皇国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矮子批评也是在征服阿基坦人的路上 他的东征西讨达到了如今的法国 意大利 德国等地 给自己的儿子查理留下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王国 查理大帝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 将法兰克王国推向了顶峰 486年 克洛维取得了人生第一个重大的胜利 苏瓦松大战 全揭了罗马数将西阿格里乌斯主力 并将对手推上了短头台 他取得的最大的战利品是巴黎附近的土地 随后移都巴黎 但在分配其他的战利品的时候 克洛维同部下发生了争执 按照法兰克人的传统 战争所得的物品应该通过抽签的方式 分给全体战士 克洛维想其中的一支被奉为圣碑的广口瓶 归还教堂 但遭到了其中一名部下的反对 他认为克洛维无权拿走这支瓶子 并一怒之下将圣碑砸烂 克洛维当场不好发作 但后来终于借故将这名部将杀死 这个故事广为流传 他所传达的意义就是 克洛维已不再是一个部落的首领 而已经是一个具有生杀语夺大权的王者 他所传达的意义是一个部落的首领 他所传达的意义是一个部落的首领 他所传达的意义是一个部落的首领